Hello, 大家好, 我是 Ms. Lauren 今天我想錄一個影片 幫大家解答一個問題 究竟多少歲可以學樂器? 我會講到很多樂器 首先第一樣就是鋼琴 鋼琴是三歲半可以開始學的 有兩個條件,我想各位家長注意一下 第一就是我們的手指 我們開始會用一二三四的手指 第一個條件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用一二三四的手指 特別去按響琴鍵 手型我們先不說 我們可以單獨用四個手指去彈響琴 就是滿足第一個條件 證明他手指的小肌肉可以彈響琴鍵 第二就是我希望小朋友可以比較有定力 可以自己做一件事 起碼可以坐到十五分鐘以上 因為我們小朋友上課一般都會上半個小時 當然老師會變換不同的歌曲、遊戲、活動 令到播課更有趣 如果他自己做一件事都可以超到十五分鐘 我相信通過老師的飆動轉門 他可以坐定半個小時是可以的 這就是我想說的兩個條件 我也有些學生說 媽媽都說 其實很多小朋友都很小時候開始學 他都不想那個小朋友輸在起跑線上 就是早點開始學 我也希望有一件事你們要關心 就是如果他太小時候開始學 而不滿足兩個條件 有可能他的進展會學得比較慢 可能會打擊到他對這個學習的興趣 不是那麼好 因為我也想 我覺得學習是一個很漫長的章點 不想一開始就打擊他的信心 所以最好是可以滿足這兩個條件 不像三歲半以上 就可以讓他去試一下開始學歌曲 一般來說 頭一個月都會很開心 因為是很新鮮的一件事 又可以敲一下就有聲音 覺得很開心 頭一個月一般都沒見過 頭一個月就放棄 一般來說第一個平頸期就是半年 到那個時刻就新鮮的已經退去了 然後就真的要彈琴 真的要練習 如果是到那個時候 其實這個時刻就是 很多小朋友開始放棄的一個時期 他可能覺得開始悶 都不是那麼喜歡 這個時候有些家長就會 其實都要跟老師溝通一下 因為有時候是覺得 那個小朋友還是喜歡的 但是他有一點疲倦 不想 沒有再向前踏向一步 這個時候呢 真的需要家長去推動一下他 他令到他的技巧 可以上一個台階 他自己可以彈到更難的那個 他又可能會再增加他的興趣 第二個情況就是 其實家長真的不會推動一下 所以小朋友也真的不是那麼有興趣 那好吧 這個階段就會選擇 他停一停 或者是轉學第二個樂器 讓他去試一下這樣學 然後我想說的 第二個樂器就是小書琴 我很多影片都是錄這個小書琴這個樂器 如果大家沒見過 我把那個領域拿到 中英都有的 可以大家回去再看多次 這個小書琴 是甚麼 就比較明白一點 我覺得是甚麼 那小書琴其實都跟我剛剛說的 就是第一點一樣 我們其實用小書琴所有 小書琴所有都不用尾字 因為樹琴的聲音比較特別 阿芬也會問一下家長 帶他給小朋友去聽樹琴的演奏 問小朋友是否真的喜歡這音樂器 是否覺得他很好玩 如果他真的喜歡這個聲音 其實都比較確定他可以開始學下去 因為樹琴也是屬於一個比較容易開始的音樂器 如果他喜歡這個聲音 而且四個手指有夠力的話 他就可以開始了 一般來說三尺半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年齡 接著就到那種弦樂 那種string 大提琴 小提琴 我們由小提琴開始講起 其實提琴我也是建議五順開始學的 因為和鋼琴和樹琴不同 我只要彈每一個弦 它就一定是那個音 只要你認到那個位置 你就撥彈就對了 但是提琴呢 我們真的要用耳朵去聽聲音 因為它是沒有把位的 其實真的要用肌肉記憶 或者用耳朵去聽那個音 是對不對的 如果太小的時候 他很難做到這件事 那就不太好 而且提琴也是一個難開始準確的音樂器 我都希望大一點 他容易學得快一點 會幫助到他繼續學 他不至於說很快 我覺得他都拉不到他的歌 會放棄 那 我也試過有一個小朋友 是三歲半開始跟我學習 鋼琴 那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將半小時 鋼琴 十分鐘以來 真的拉鋼琴 剩下那二十分鐘 就是做一個啟蒙的音樂教育 我會用鼓 木琴 鋼琴 我自己做的一些教材 去幫他去學一些 基本的音樂知識 鋼琴 鋼琴 因為我又設計到一些遊戲 比較好玩 那 直至學一年 都是這種時間安排 於是四歲半開始 我們才把他那個時間 拉長 其實也不是下去的時間 因為其實我們只不過 將點鋼琴知識 提前了 三歲半開始學 而且他都 到之後 他會開始學五線譜 突然之間 會進步很快 因為他又大過 四歲半 拉琴又OK 然後 其實五線譜已經開始懂得看 他很快就開始 提及 就是這樣 那個安排都OK 但我會跟家長說清楚 我頭一年 那個小細琴的進展 會很慢很慢 你不要期望 他小細琴進步很多 但是 他學這些音樂知識 是對他都有用的 這種情況 我覺得比較適合 是他的小朋友 真的 很明確地表達 他真的喜歡 小細琴 什麼話器 他不是喜歡其他話器 不是喜歡音樂 他是喜歡音樂 但是沒有 真的很特別 我真的 想學小細琴 這種話器 這種情況 就可以這樣 開始 如果你真的說 我沒有說 真的要學小細琴 其實你可以先去學一下 講琴 他打好這個級別的基礎 等他大一點之後 再轉學小細琴 都可以的 大提琴也是一樣 因為都是聽音 所以都比較建議 五歲開始學 都是想他 因為五歲 其實你坐定半個小時 沒有問題 這個就不是一個擔心的地方 唯一就是他太小時候 聽音方面 和他手指的小肌肉方面 他還沒建立 所以 太小時候開始學 大提琴就不太理想 然後到中學 自己就懂琵琴 其實琵琴和耳壺 琴琴都不太適合 從小時候開始學 因為琵琴真的很大 很重 沒有很小的尺寸 當然你要學琴琴 開始 但琵琴真的很重 很大 他小時候很難按到高 很小時候開始學 都不太合適 可能到小學的高年班 即四年班以上 才開始學比較好 那如果你說小學低年班 可以開始學的中學 我比較建議 琵琴和琵琴 琵琴就是不穩的 坐在這裡 就容易開始掌握 還有琵琴就是敲 都比較容易開始掌握 都不用擔心 而且他也是一個 有固定的音高 我們是彈 就是敲這條演奏這個音 所以就比較容易開始學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兩種樂器 如果你是真的想 開始學中學的話 接著就到鼓音樂 就是一些催的樂器 有很多種 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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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琴琴 吹咒樂器 我想應該有出 colon 塑膠版 J-set J-flute 靠吧 再來的 其它顔 小朋友都很容易按到一些按钮,比较合适 如果一般来说,他没有特别喜欢吹的音乐器 我都会建议他学J-Sex 因为他直接接了一个气流,吹入音乐器 小朋友一般来说,都是第一课就可以吹响,吹动的音 比较容易掌握,比较容易学会吹音 比较有信心,继续学下去 如果是J-Sex,4岁也没问题 男生、女生也有学生,4岁开始学都掌握得挺好的 如果是J-Fluet,即是塑膠的长笛 我会建议6岁以上,因为长笛的吹气方式和其他不一样 不需要大一点,可能比较容易掌握 小学一年班,或者差不多6岁开始会比较好 还可以考虑一下小号,小号都可以小一点开始,4岁5岁都可以 其他低音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多小朋友来自学 因为她的声音比较低沉一点,不比较多小朋友喜欢 如果都是因为每个乐器的声音不同 我都会建议你给小朋友去Youtube听下不同款乐的声音 看下她喜欢哪样 都可以让她试吹一下顾弦互催一只乐器 是的 因为吹就无论的乐器 panic 其实试吹游戏是一定的线阂上的风险 因为来售这朵乐器,才可以试 所以在性化 polity問題,需要一点的详弦 所以你听一下这视频 她会否真的喜欢这种音� seul音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可以快得到各位家長和小朋友 生物中的疑問究竟多少水可以開始學學東西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